我一向都是用手机拍片以及手机剪片 因为现在的手机剪片APP 实在是太平易近人了 几乎是全自动完成手机剪片 今天我会在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在用这个神级手机剪片APP 剪映 这个手机剪片APP剪映 不只免费 而且没有水印 最令我爱不失手的是 它的功能太强大了 只要你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 你也会学会怎么将一部影片 剪辑成一部专业级的影片 你好我是张一本 Boon Channel是一个讲关于YouTube赚钱 自媒体创业以及个人成长的频道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subscribe这个频道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YouTube才会通知你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帮助你赚钱的机会 我制作这个一部手机做YouTuber的系列 是要让大家知道 只要你有内容 或者你知道你要提供什么价值给你的观众 其实要做一个YouTuber是很简单的 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我已经在之前的两部影片 分享了怎么用手机企划内容 以及创建一个YouTube频道 还有怎么用手机去拍片 而今天这部影片已经是一部手机做YouTuber的第三部曲 手机剪片 我第一个用的手机剪片软件是iMovie 它的好处是没有浮水印 而且它的剪辑界面是很好用的 你这样用手指滑一滑这里 它就可以分割了 然后你也可以用Split 它就可以分割了 它的字幕很不方便 你也不能够移动 调色方面 它只能够显滤镜 它并没有调色的功能 如果你要用iMovie剪辑一部普通的影片还好 但是如果你要加很多字幕特效 或者是音效的话 就不太好用了 我还用过InShot 还有Videolib 其实Videolib也是蛮好用的 尤其是它有一个功能 马赛克的 它是可以做一个局部马赛克 非常方便 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神级App 这个是剪辑草稿 你开始创作 按加 你可以一次选几个视频来剪片 但是我现在我只选一个 至少你要选一个影片来剪辑 我通常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会先初剪影片 没有讲话的地方 或者是没有用的画面 我都会先做一个初剪 剪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影片的帧数 可以调到很小 你看 每秒移动很多个帧数 你可以做到很小的调整 这个是别的手机剪片所做不到的 我可以剪辑这个部分 分割 再分割 如果你这一段你不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删除 这一段你可以选择变速 常规变速 常规变速 0.1X到1X是慢速 1X到100X是快速 我们先尝试 1.5倍 它的好处是 它的声音只是变快而已 并没有变调 其他的软件 如果你变速的话 它都会变调 变慢 一半 那个太规速了 你可以编辑画面 你可以镜像 然后旋转 你也可以拆一件画面 你也可以用它的滤镜 可以选择自然 测 鲜亮 木槿 有这么多的选择 还有春光炸蟹 让我试一试 哦 春光炸蟹原来是这样的 它也有调节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调节它的亮度 对比度 还有饱和度 锐化 这边还有一个超级功能 是每个每眉都不能够抗拒的 就是美元 它虽然不能够做很多的调整 但是单单磨皮跟瘦脸 已经可以挽救很多人了 我有用吗 我当然没有啊 你可以选择瘦脸 哇 好瘦耶 另外你还可以变声 我们试试看罗莉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试试看罗莉的声音 那我们试一试大叔 可以随时拍随地拍 女生 可以随时拍随地拍 男生 可以随时拍随地拍 或者随地拍 还有怪物 还是人声最好听 可以随时拍随地拍 音频 背景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看音乐 你可以选择剪映中的内置音乐 例如卡点的 流行 旅行 美食 酷炫 内置的音乐语就已经够多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收藏 按个新就收藏了 然后你可以在我的收藏 找回你的音乐 你可以放你音乐的链接下载 或者是你可以提起音乐 它可以去你的视频里面 提起你的视频中的音乐 让你看一下我的影片 故有一些 歌 叫上这个 这个是不是跟刚才我的影片一模一样 你可以使用 这个是之前我放下去的 多拉A梦的歌 它还存在软件里 这是一个知识的影片 让我们试一试 自愚的音乐 先进 很不错哦 我就试试看用这个音乐 不要让音量太大 盖过我的声音 可以放小一点 然后这个音乐 你还可以选择淡化 就是说淡入的时长 我们放三秒 它的音乐会慢慢的淡入 然后再淡出 慢慢的变小声了 你也可以分割 然后删除 里面的音效 是足够你用了 它可以分 综艺 笑声 机械 BGM 人声 转场的音效 这个是打带的声音 旋风 游戏 魔法 现成的声音 这个部分讲到有一些比较恐怖的情节 所以我可以加一些嫌疑 你可以找一些恐怖的效果 这个太恐怖了 好吧 就选这个好了 是不是有一点恐怖的黄金声呢 音效也可以淡化 也可以淡入 也可以淡出 也可以录音 可能你讲的不对 你可以再录过 首先 关闭 延伸 录音 你按住就可以录音了 你好 我是张一本 你好 我是张一本 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功能 文本 这个神级APP 我最喜欢的功能 就是它的识别字幕 它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我这个懒人的问题 也就是大多数YouTuber的问题 上字幕 它居然可以帮我们自动上字幕 我的天 只要我们按一按识别字幕 它就开始识别了 而且还很快 我有试过另外一个APP也是可以自动上字幕的 但是它用的时间很长 哦 已经好了 它的好处是它的字幕相当精准 虽然并不是100%精准 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大多数都是对的 我只需要做一些改动就可以了 其实它可能很精准 或许是我的华语讲的不精准 才会有错别日 这边要改一改 拍一部好的影片 如果你真的要我讲一个它的缺点的话 你要手动改它的字幕会比较慢 或许英语的部分你就需要自己改动了 但是大部分你看我已经走了这么多 并没有什么错字 我太爱这个功能了 实在太好用了 它已经帮我省去了很多时间 你还可以改不同的字体 快乐体 荔枝体 你还可以改动它的描边 标签 我很喜欢用它的综艺体 很好看 你还可以用它的画质 气泡 动画 就是这个字幕怎么弹出来 它还可以帮你识别歌词 可能有一首歌是背景音乐 它也可以帮你识别这首歌的歌词 但是现在我就不是了 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另外我要跟你们讲的功能就是 添加贴纸 它里面的贴纸实在是太多选择了 这个好像Facebook或是WhatsApp里面的Emoji 我常常用的是这个表情包 还有综艺的字体 紧张 还有箭头 太多选择了 在这边我不需要再用绿屏了 我只需要用它内置的贴纸 就很够用了 在剪影中 你可以直接调整视频的比例 例如9,16是抖音或者是TikTok的比例 16,9就是YouTube的比例 再来就是背景的功能 如果视频内容本身并没有铺满整个视频 你就要选择视频的背景了 让我调整这个影片的尺寸 然后你可以选择画布的颜色 或者你可以选择画布的样式 你可以选择内置的画布样式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还可以自己加入你想要的样式 你也可以让你的画布模糊 更模糊 更模糊 你已经完成了你的手机剪片了 那么你就可以导出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分辨率 720p 1080p还是4k 我通常都是用1080p 然后30帧率 另外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你要确定你的视频并没有超过15分钟 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确认导出了 当它正在导出的时候 不要锁屏或者是去换程序 因为你会中断它的导出 已经保存到相册和草稿了 现在我示范给大家看 在App Store找剪影 怎么找不到的 因为这个是中国的App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App 或者是别的国家的App 是下载不到的 我们需要去改你的国家 进入你的名字的地方 然后看到这个国家 你要改你的国家 改去中国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 简印出了国际版CADCART CADCART基本上 是跟简印没有什么分别的 只是这两个App的黑板颜色倒转而已 我们进入CatCat 唯一的不同是国际版是英语版的 但是它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简易的功能太多了 我会再做一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如何用扩中化来加绿屏 还有用蒙板跟关键针 来制作更多特效 让你的影片加分 你学会的手机拍片以及手机剪片 并不是终点 而只是开始 你也不希望你剪辑出来的影片 只是让自己欣赏 或者是让你的朋友欣赏吧 你要学会怎么用SEO 来让别人熟寻到你的影片 而且有什么YouTube营运的方法 可以让你增加你的订阅量以及流量 如果你想学习怎么经营YouTube频道 并且在YouTube赚钱的话 在影片下面的描述栏 有一个70分钟 教育如何运营频道的免费培训 你还没有参加的话 可以试一下去报名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 对你有任何帮助或者启发的话 那就别忘了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留言 你会不会马上去下载这个 手机剪辑App来剪辑你的影片呢 这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拜拜